網絡冷知識痴,認真你就輸了 認真你就輸了是來自一個內地作家的作品 意思是來形容一些短暫的戀情 或者當你太投入了一份感情的時候 誰知其實對方只不過是當你是觀音兵 那這個時候你就輸了 那對網民來說,認真你就輸了 其實就代表有時候就不需要太過認真 在一些不需要太認真的事,否則就會輸 那在這段影片裏面我們就會說一下 認真你就輸了的五個用法 第一種,例如小明約了朋友打機 怎知遇到一隻很難打的怪獸 小明的朋友實在太怕輸了 所以自己一個離開 結果當然小明自己就輸了 因為這樣小明就生氣到發火 還扔爛了電話 那其實打機就應該以認真你就輸了這個態度來面對 一場遊戲的結果,贏和輸 其實根本就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玩遊戲的時候 玩得開心就可以了 第二種 不論是看電視,電影,還是動畫 有時候故事有些失誤是無可避免的 百劍擺在左邊還是右邊的道具小失誤 其實是不需要太過介懷的 當你太過在雞蛋裡挑骨頭的時候 就影響了你觀看電影的心情 某些人真的要罵 例如某某電視劇裡面出現了一些不合理的情節 那就要罵了 第三種 在網上你會看到很多人都會發表一些 引你去罵他的言論 這些言論的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令你生氣 其實每個人的意見都是不同的 意見這些東西沒有絕對客觀標準 當你太認真地面對這些言論 而去開鋪罵他 那你就輸了 今次的網絡冷知識 就跟大家說到這麼多了 如果想了解更多有關網絡的冷知識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